身体健康 大家好 我是草筋猫 有到大家最期待的淘宝开箱 今次是家品 日用品和猫猫 不讲这么多了 马上开箱 開箱完 第一件就和大家拆這個迷你電子秤 這個迷你電子秤我覺得都頗實用 現在大家開始回旅行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去到機場 才知道自己的行李有沒有超重 如果我們自己有一個秤的話 就可以早些收拾好行李 另外我們去街市買菜的時候 未必每一個街市都有放一個綁出來 如果我們有這個秤更新的話 就可以隨時隨地去秤一秤自己買的菜 夠不夠秤 我們來關賬孩子 我們來吃 Bun nuestro家便是在家裡 他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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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 翻面 接下來這件東西就是上次幫英國朋友代購的時候 發現他買回來好像挺有趣 這個東西又挺實用 於是我就跟風也買來試試 就是這個 場面小滾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支淘寶的補牆膏都算不錯 它不可以取代油漆的作用 但是塗了這支補牆膏之後 不停在上面補一補油 牆身上面的裂紋已經不多角 當然你近看和摸一摸腹 是會感受到粒粒粒的 但是不算是非常嚴重 以往我們只是用油漆去補裂裂 但是很多時候都要塗很多層油上去才補得到 但是現在有這支補牆膏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不用塗那麼厚的油漆 而且這個效果出來也是OK的 二十多元人仔我覺得都是值得買 然後幾件都是廚房東西來的 首先這個 食物的溫度計 全身液化 businesses rophy punished 小省 Standards 吃 吃 吃 偏 吃 吃 往 吃 我看到 是最高品牌的 大家猜不猜到这件是什么呢? 今年香港的冬天都比较冷 每次煮饭的时候 好像跟时间比较快 你煮几道菜 如果你放到厅那里 可能一会儿三四分钟 已经冷了 我就在淘宝想找一些保温的煎 那就不用跟时间比较快 煮饭也煮得轻松一点 在淘宝其实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保温的煎 有一些可能是一个保温罩 我想找一些是可以摘叠的 因为始终家地方小 你可以摘得起 不用的时候省点位是挺好的 这个款式 是这样的 按了开关键之后 手机就即时啟动了 大家可以看到 亮着蓝色灯 A区 B区和C区 即是这个发热尖不同的位置 三盏灯亮了 即是三个区域都会发热 这块尖有一个弹性的地方 就是给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区去发热 例如我只想A区和C区发热 我可以按下B区的灯灯 如果我只想A区发热 我可以按下B区和C区的灯 最后只剩下A区发热 按一按调温就可以选择 发热尖的发热温度 可以选择60度、80度、100度和120度 按定时可以选择发热尖 维持发热的时间多久 有1个小时 2个小时、3个小时和4个小时可以选择 现在轮到实测的时间了 这块食物保温煎的效果我认为是正常水准 你所选择的温度 例如120度 就是指保温煎的面层温度 并不是那块煎可以将食物提升到120度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我选择了120度 热力隔了食物的碗碟 再传送到食物那里 其实热力少了很多 煮完餐饭 食物未至于还是热热热热 但起码不是冰冰的 有点暖 维持在50至60度左右的水准 都算是可以接受 我建议大家如果用的话 就用120度最强的温度 就快新年了 我在淘宝里 就见到有很应哲 很漂亮的小朋友衣服 所以我就想 买来送给我朋友的女儿 好 这一件 抹出来看看 给我先 大太业今天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你 你猜不猜到是什么 是 大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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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不如试一下这件衣服 好吗 好啊 这件新年衣服的造工相当很好 加上Dr.Yip的完美无特宜身型与演绎 簡直將這件衣服的美感360度 全方位呈現給大家看 有請Dr.Yep穿上黃袍後 跟觀眾拜一下年 恭喜發財身體健康 接著開始是幾件扭扭東西 我先開箱這個 變攜貓沙盤 每次我們帶扭扭上長輩家 家裡都沒有沙盤給他用 用我們平時洗東西的盤子 但是那個盤子很細和很窄 扭扭拿這個盤子去廁所的時候 就會不舒服和去得不太方便 而且他撥沙的時候 會令到四圍都是沙 所以我們就想買一個便攜式的貓沙盤 有請問,請問,請問,請問我們 請問,請問,請問,請問! 請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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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上年我们发现柳柳的尿球有些血 接着我们就带柳柳去看医生 医生说柳柳喝水喝得不够 所以那些尿就有尿结晶出现血尿的情况 医生建议我们要喂多些湿粮给柳柳吃 还有要煮一些鸡肉给柳柳 让他摄取多些水分 为了柳柳的健康我们也有好努力去做这件事 隔了很久之后我们带柳柳去看医生做个身体检查 医生说柳柳的情况是有改善的 但是仍然不足 都是需要摄取多些的水分 为了令柳柳喝多些水 我们真的用尽所有方法 加尔不好 好 付筋 地段 鸡 和 和 好 talking 称 这个是香蕉的锅 猫可以捐入冬天可以保暖 至于猫会不会玩呢就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这猫真的很有性格 有时人类觉得很有趣的东西 在他眼中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真的撞手神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是挺暖和挺有趣 所以就买给柳柳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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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